本期话题 舒卵管造影什么时候做比较好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我们一定要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 机体各方面都适合的情况下 才做这个造影 并且造影过程中 要注意无菌操作 造影的最适的时间 是月经干净后 三到七天不同房 去做这个造影 并且造影当月建议不要同房 那么至少来一两次月经之后 再去继续试运 是比较时宜的 通常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果你这个女性 她的排卵精子都挺好的 那么就是不怀孕 通过造影之后 在半年之内会有30%的人 不怀孕就可以得到改善 对 Alo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